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3号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三 有传新任越共总书记苏林将要访问中国 期间将会跟习近平会面 有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疑似是挫败了挑战 接下来将会发力了 因此有大陆学者公开向张又霞何卫东发公开信呼吁 疑似是要他们抓住时机发动兵变 推动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那么被严重边缘化的张又霞会不会顺势而为呢 我先来回应一下两位朋友 在上周六也就是10号的互动板块 我提到了一位向我捐助了100美金的朋友 为了保护这位朋友的安全 我今天仍然不能公开这位朋友的信息 这点还得请大家原谅 这位朋友在捐助的同时 也向我进行了反馈 希望我做得更严谨一些 我当时是向这位朋友表示了感谢 同时也解释了选用忍肉罐头内容的原因 虽然赞比亚政府和媒体都是做了道歉 但很明显那是受到了中共的施压才做的 因为赞比亚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 从中共那拿了很多钱 第二天 这位朋友看到了我的节目中的回应 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会做出回复 所以表示甚为惊喜 也了解了我查证忍肉罐头内容的情况 以及为什么会做出取舍 那接下来是让我和我的同事都没有想到 这位朋友竟然第二次给我全款 而且比第一次又多了10美金 朋友在留言中表示 多捐10美金是助节目更进一步 越做越好 这位朋友还建议 像忍肉罐头这类有争议的新闻 可以将取舍的思考简练的呈现 这样既能警示听众 又可以免留衙晦与挑刺之徒 保持节目的客观 力不败之地 我那是真心感谢这位朋友的资助和提醒 在10号节目中我就说了 我能一步步走到现在 一切都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的 这不是客套话 因为在我的观众当中 我深深的知道藏龙卧虎 特别是我的水平本身就有限 再怎么努力可能距离大家的要求标准 仍然都会有一定的差距 是大家对我抱持着一种包容 理解和支持的态度 这样我才能坚持下来 而且还会一直走下去 否则的话 我走到现在都会很难 所以不管大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只要是对我的支持 我都表示深深的感激 昨天的节目中 我又一次谈到了 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霞 也提到了三中全会上 他与排名第二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两个人的位置进行了调换这样的情况 另外我也回应了 7月18号节目下方 有一位朋友的留言 这位朋友看过了我昨天的节目 然后也在节目下方写了一段话 他先感谢我回应他以前的那个评论 然后补充了新的证据 是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列出了中共17位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我也要感谢这位朋友 这次留言证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位朋友 是新闻看点的忠实关注 收看我的节目 并且在视频下面留言 理性的讨论问题 这就是支持我的一种典型方式 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这样的朋友多一些 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我刚才已经说了自己的水平有限 观众是藏龙卧虎 其实不管是谁 再怎么有水平的人 他也不可能是全科全才 对某一件事的看法 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不一定完全正确 那这样理性的讨论 就会促使我们不断的学习探讨 会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 不过对张又霞这个问题 与何卫东两个人的座位变化的情况 我这里还想再说一点 我直觉就是 做次可不是排序 做次是严格按照中共内部的规则排定的 鉴于这位朋友两次提到同一个问题 所以我是再次进行了认真的查证 终于是查到了一些中共全会中央委员 做次的排序规则 这个规则大体上有四点 第一是按照职务高低 也就是首先按照党内职务的高低排序 一般来说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等等 这些高级领导人会排在前面 第二个原则就是按照党内的资历 在职务相同的情况下 会按照党内资历排序 资历较深的委员会排在前面 第三个原则是地区和部门的代表性 为了体现这个地区和部门的代表性 那么做次安排上也会考虑到 各地区和部门的一些重要性和代表性的问题 第四还有一个就是年龄因素 有时候会考虑这种年龄因素 年岁涨一些的人可能会排在前面 这是大体上四个原则 那么根据这四个原则 我们来看张又霞和何卫东 张又霞的年龄明显比何卫东要大 而且他又是中共的军委第一副主席 而且在中共党内的资历 他又比何卫东深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张又霞都不可能被安排在何卫东的下守卫就坐 可是事情就偏偏这样出现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张又霞出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这些情况 我在7月18号的节目中 曾经引用一位北京市民的说法 做了一些分析 可能是张又霞发动兵变失败 被习近平后来给边缘化了 为什么现在没处理呢 当时我也解释了 具体内容这里就不重复了 有兴趣的朋友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 我7月18号那天的节目 但我还是要强调 分析也好推理也好 都不能当做事实来听 仅供大家参考 至于张又霞是不是真的出了问题呢 我们真的还是需要慢慢的观察 让子弹再飞一飞 就像我们观察习近平是一样 到时候自然就会水落石出 北京一位朋友 昨天给我写了一封邮件 他说从天气情况看习权力如何 开始我没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邮件的内容 但是既然已经说到了 中共的内斗这样的情况了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也挺有意思 这位朋友开头就写道 越到最后关于习的各种传言越多 太难于分辨 我一直发现天气 包括雾霾沙尘 雨雪温度等 越来越对应证据 朋友表示 我个人是觉得 看天气是很准的 邮件中写道 三中全会前一度传言 北京有反习势力崛起 好像说邓小平的后代也有 说军队里面的也有吧 依我看确实有 而且有一定力量 但最终是两败俱伤 没有成功 朋友在邮件中附带了两个阴霾的动态图 第一个是从7月13号零点 一直到19号的24点的动态变化 第二个是8月8号零点到8月14号夜间12点的动态变化 大家先来看第一个动图 朋友在邮件中表示 可以看出开会前夕 一股来自新疆的巨霾冲向北京 北京也自产出很大面积霾迎上去 两霾相撞后 个子变小变淡 然后共同向东北散去 邮件中议论表示 估计这次较量 习有一定损伤 但反习势力还是被压下去了 对于第二个动图 朋友在邮件中表示 前一阵传习近平消失真空了 对应确实那几天西边没有动静 但上海江浙地区出现了极端高温 各种冰雹 也可以看到上海自产霾不少 邮件中接着写道 在前两天 西面产生巨霾扑过来 扫过北京陕西山西 现在霾都是带沙尘的 那天看预报 显示晚上五点多 北京沙尘会出现二百多树枝 但傍晚突然雷震雨 所有天气预报都没有报 那天有雷震雨 朋友接着议论 我推断 这几天可能会出现 习发力的新闻 从买面积看 说失权为时过早 今天开始江浙户 极端高温也开始结束 这场较量应该是习占优势 以上就是这位北京朋友 给我写的邮件的大概内容 其中的议论也是这位朋友的自己分析 因为我本人不会观天象 所以动图和朋友的分析 就留给大家自行来判断 但是朋友在邮件中提到 这几天可能会出现习发力的新闻 这倒是有一个观察点 昨天路透社引述三名越南知情官员 以及驻河内的外交官表示 新任越共总书记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计划在18号 也就是下个周日 前往中国访问两天 届时将与习近平等中共官员进行汇变 这个消息没有得到中越双方的官方证实 另外中共方面也没有回复路透社的查证 而中共外交部发现林健 则是打了一个太极 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如果苏林将要访华 并且与习近平会面这个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观察了 看看习近平的真身 是不是这次会正式露面 因为在三中全会之后 央视新闻联播只播出了 两则习近平露面的画面 一个是7月20号 到越南驻华使馆去调研软负重 另一个是7月29号 会见访华的东地问总统奥尔塔 但是这两个关于习近平的消息 接连都被人们给拆穿了 调研软负重的这个新闻 是被世界日报等这些大外宣媒体给拆穿的 根本就没这回事 报道中则是指出 这还是不重复 正因为如此我才说需要仔细的观察 看看这次习近平会不会真身露面 如果是他的真身露面 那就意味着习在发力 因为总是替身出场 对习近平本人也是有危险的 假如这次是习近平的真身出场 那么的确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发力的一个信号 下面的内容就更精彩了 尤其是最后大陆学者呼吁张又霞和魏东 及时发动冰变的这部分相当有意思 请大家不要离开 我快速查入一个小广告 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滋补品 这款西洋参黑膏兹 它是产自于加拿大安大略省 药用活性成分的里面很高 一克黑膏兹就相当于六根参的含量 其中人参灶带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 它可以辅助抗癌 稳定血糖 还有提高人体免疫力 适合任何体质的人 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样的体质 都可以服用这个黑膏兹 前面我向大家已经推荐过两次了 有不少的朋友都买了 然后就应了那句话 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朋友发现了 在京东商城也有这款产品 跟这个一模一样 但是它的价格是高得惊人 240克的 这个一瓶就是240克 这样的一瓶京东商城卖7200元人民币 即使打了折扣也得需要5800元 可是大家知道蓝莓优品卖多少吗 只需要280美元 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是2000 初一点头 2036元人民币左右 如果大家在使用我的折扣码 打85折 只需要1730元人民币左右 这比京东商城少了多少 少了大约4000块钱 甚至都多了 少4000多块钱 这是一个多大的差距 不仅如此 我推荐的商品 蓝莓优品的我推荐的这些商品 保证都是厂家正品 都是保真的 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选购 今天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号发文 坚决打好涉台反分裂反间谍斗争 其中表示 在系列专项行动中 连续破获了 迁与其台湾间谍窃密案件 文中声称打掉了台湾在大陆 不见的间谍情报网络 维护了中国的核心秘密安全 但是看过了中共国安部的整篇文章之后 发现其中只提到了 杨志渊这么一个人 然后再就没有提及任何人了 但是看过了中共国安部的这篇文章之后 发现所谓的千余大案里边 只提到了杨志渊一个人 其他再就没有提及任何人 也没有提及其他案件的时间内容等细节 公开资料显示 杨志渊是2022年8月3号 在中国福建经商居住期间 被浙江温州国安局抓捕的 中共央视早在当年的8月10号 就报道了对杨志渊刑事拘留的消息 中共指控杨志渊是分裂国家 声称他是台独分裂势力 可是谁都知道 杨志渊被抓是中共在报复台湾 中共抓捕杨志渊是报复前美国众议长 佩洛西访问台湾是在撒血火 另外网络上正在流传着中共智库高管 知名的外交战狼高志凯被怼的一段视频 在半岛电视台主持人哈桑的采访中 高志凯替他的主子表示 中共不想用战争来解决统一问题 决心实现和平统一 高志凯刚说到这 哈桑立刻怼他 你说你们不想战争 但你们正用军机军舰 无人机网络攻击包围台湾 并发出很多威胁 你们的国防部长还曾说 谁敢寻求台湾的独立将会粉身肃骨 听起来真像一个和平的人士呢 高志凯则声称 有关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任何一顿土地都不是多余的土地 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多余的人 他说作为一个民族 我们需要实现统一 他说到这 哈桑又怼他 即使他们不愿意成为你们国家的一部分 台湾只有12%的人 说想要和中国统一 你们已经是最不受欢迎的 让这没想到的是 高志凯他自己撕下了话皮 声称这不取决于台湾人民 这流氓的嘴脸 魔鬼的逻辑就是这样 让人感觉到十分恶心 像是吞了一个苍蝇一样 中共国安部咬牙切齿的文章也好 高志凯这个令人恶心的表现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目的 都是在揣摩上议之后的投其所好 是一种故作姿态 所以也都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将要发力的信号 事实上高志凯这样的胡言乱语并不是他智商第一的原因 恰恰相反 高志凯这个人的智商很高 只不过他的智商是都用在了讨好和欺骗习近平的身上了 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看他的采访 当然也包括北京在看着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他知道习近平一定听得到这讲话 所以故意这么说 台湾陆委会则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了 中共国安部那篇文章里面的荒谬之出 所谓迁与起台湾间谍窃密案件 如果不是为了夸大业绩吹牛蓬风 就是再次公开宣示 中共国安部运用模糊与不确定的法律 滥权积压 把不符合中共政治意识形态 主张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民 都当成台独分裂势力和间谍 在中央车的采访中 陆委会提醒台湾的民众 如果想前往大陆 一定要三思是否有必要 因为中共极权统治的体制 会给前往中国的台湾人 带来高度的人身安全风险 咱们就不说台湾陆委会 提醒台湾民众的这些话了 那些都需要台湾人民自己去慎重把握 我们来说中共 事实上中共不管是公安部发这样的 咬牙切齿的文章也好 还是中共的战狼外交 这种厚颜无耻也好 都只是一种态度 是做给国内百姓看的 实际上大家都清楚 中共对台湾是不敢打 也没有能力打 特别是现在 俄乌战争的这种局势 已经让中共都看到了 也意识到了 什么叫做不作不死 早前俄罗斯被世界上公认 第二大军事强国 相当的厉害 可是现在事实都已经摆在这了 连一个三流军事国家 乌克兰都打不了 对乌克兰实施侵略两年多了 但是现在反过来 被乌克兰的军队 反推进入了俄罗斯的境内 如果中共也是这么霸王硬上攻 对台湾进行武装侵略 那么很可能就像俄罗斯一样 最终是引火烧身 加速中共的灭亡 但是中共呢 它要对国内实时欺骗 愚弄统治 它要时不时的鼓噪一下 两岸的紧张情势 以显示中共不软 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就时不时的折腾折腾 耍耍流氓的威风 但是这在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 冷截府的眼中 中共的这样做法 就是吹牛皮一说虚话 既多面子又失职 网络上正在流传着一封 呼吁中共顺应历史潮流 退出历史舞台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就是出自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截府的手 冷截府前天向大纪元已经证实了 那封信就是他本人写的 所以不瞒大家 我看过这封信之后 我感觉这位学者 似乎在暗示张右侠与何卫东 应该顺潮流而动做一些什么 冷截府在信中表示 得知习近平病很重不能工作 因此党政军全盘工作 落在了张右侠何卫东的身上 这两人成了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所以写到这封公开信 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他的想法 他表示2012年的9月 曾经给胡锦涛习近平写过公开建议信 主要是以联邦制为框架 创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际联邦政府 当时他说是得到了胡锦涛习近平的支持 准备让他任政协副主席操办此事 但是后来被不良者干扰 他的建议被搁置 那再一次发表公开信 他表示看到了中共所面临的形势极其严重 信中表示 前不久群众在北京立交桥上挂出大横幅 共产党必须下台 在几个大城市群众高举打倒共产党的横标游行 这些都表明 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极其严重 形势不容乐观 冷洁夫表示 没有永久的执政的党 共产党的结局无非是二 一是被推翻 二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冷洁夫指出 这两种结局有着显著的不同 如果是被推翻 那么将有三个严重的后果 一共产党的历史全被否定 一风吹 二是共产党的高干遭清算血洗 三是普通党员和他们的子女被打入令策 他说如果是中共主动放弃一党专政 那么中共高干可以免遭血洗 普通党员的日子也好过 冷洁夫认为中共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走完了历史周期 退出历史舞台 符合历史潮流 他建议 变家长制度为民主立宿制度 不追求永远执政 成立联合政府 随后他用了更有意思的说法 表示习近平一直主张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 却把台海问题搞得剑拔弩张 异常紧张又不解决任何问题 他指责具体做事的人是背离了 习近平的指示精神 犯了幼稚病和极左政策的错误 因此他呼吁张又霞和魏东 不要没守陈规冷静下来 表示走联邦制之路才是出路 他表示打内战不是好事情 谁也不可能战胜谁还会继续对立分裂 而且对中共的不利因素会增多 因此冷静谱建议 走中华联邦的这种形势路线 统一两个分裂的政权 他还再次对张又霞和魏东喊话 习主席病了不能工作 这等大事该张又霞和魏东二位将军决定 并且在最后他还感谢张又霞和魏东 挽救党和国家 冷静谱公开信的主要内容 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些 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些内容之后是什么感受 我想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份公开信 我倒是觉得这封信很有意思 冷静谱先生写的很有智慧 信中说 习近平一直主张和平解决统一问题 是具体工作的人搞得两岸剑拔弩张 可是事实上谁都知道 两岸关系如何发展 不是下面的具体做工作的人 想怎么做就能怎么做的 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指示 中共下面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也就是说 中共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两岸关系相当紧张 那就是习近平的想法 上有所好下必慎言 但是冷静谱把习近平应该承担的这些责任 推到了下面做事的人身上 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巧妙的说法 因为这封信是写给张又霞与何卫东的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 似乎是有对张又霞与何卫东的一种激将的意思 冷静谱对张和这两个人说的很清楚 没有永久执政的党 这个形式你们应能预判 这意思就是说 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 中共都不可能永远执政 那既然没有永远执政党 为什么还要没守成规呢 为什么不趁着现在掌握兵权的时候 顺势推动中共退出历史舞台呢 尤其是张又霞 似乎是已经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被当局边缘化了 如果不采取一些措施的话 会不会出事呢 如果不想背负历史罪责的话 那就应该是趁势而为做出重要的决定 推动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 在我看来这封信 就是在呼吁张又霞和何卫东 及时巴动兵变 废止极权独裁 建立联邦政府 极不可失时不我待 如果张又霞与何卫东这样做呢 那无疑 用冷截府的话说就是立了一功 等将来中共倒台的时候 可以免遭血洗 子女也不会因此被打入另策 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好的结果 如果继续助纣为虐 跟中共一条道跑到黑 那么当中共倒台的时候 不仅他们自己会被清算血洗 也会连累子孙后人 所以可以说冷截府这封公开信 对张又霞与何卫东两个人 是动之以情小之以理 摆明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的结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这封公开信是不是挺有意思呢 只是我们不知道张又霞和何卫东 敢不敢接受冷截府的建议 敢不敢顺应历史潮流而动 我们不知道这两个都与预言 有某种关系的人 敢不敢后门入地宫 所以我们要拭目以待 其实张又霞和何卫东 他只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什么道理呢 军队是国家的 不是哪个党派的 更不是哪个人的 只要他们不对人民开枪 只要他们明白军队应该保护人民 在关键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的一边 这就够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订阅 同时加按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进一步支持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对我进行资助 最后还是提醒大家 蓝莓优品是我长期合作的伙伴 里面很多种好的商品都是厂家正品的 保真的 包括真黑染发护发乳 亚保乐亚粉 还包括黑膏姿 所有的商品都是正品保真 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好了观众朋友 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